圣彩儿共得到过几个灵卢 最强的排名第一 杨文昭战胜龙浩尘的当夜 受到了彩儿暴复兴的刺杀 虽说杨文昭也有神应骑士的传承 但彩儿身具轮回之体 接受的也是刺客圣殿最顶级的传承 亲近一个圣殿资源培养起来的强者 当然不是杨文昭这种 单个神应骑士培养起来的人能比 杨文昭一路被彩儿暴躁 最终不得不用出星海灵卢防御 谁知以前无往无利的防护 此刻却在杨文昭面前毫无作用 因为他也动用了灵卢之力 杨文昭得到过几个灵卢呢 一 轮回灵卢 杨文昭得到的第一个灵卢 在其三岁被发现是轮回体制时 祖父圣月将他丢入了一洞窟之中 杨文昭害怕了七天七夜的之后 意外得到了轮回之间的认可 轮回灵卢此时也融入了气体内 作为已知所有灵卢中排名第一的存在 轮回灵卢的强大 无庸置疑 在恐惧悲笑洞窟前 采儿为了抵挡魔族大军 首次使用了轮回灵卢的攻击 轮回武士只用出了前三世 便以五阶的实力斩杀了七阶的恶魔灵主 而且是单方面的虐杀 由此可见轮回灵卢的最强之名 名副其实 上一代轮回之子更是凭借这个灵卢 以二十万出头的灵力 与灵力将近百万的魔神皇同归于尽 但强大的攻击也伴随着强大的副作用 每施展一次攻击便会失去一种六感 每次施展后失去六感的时间会叠加 第四次是七个月 第四次是十五个月 施展五次后便会永久失去所有六感 这副作用直到在梦幻天堂 完成灵卢融合后才有所削弱 除此之外 轮回灵卢的修炼过程也十分魔人 会轮流失去六感中的一感 即便是以采儿轮回圣女的天赋 也用了整整九年时间 才在机缘巧合下彻底掌控 二 千机灵卢 刺客圣殿的标志性灵卢 灵卢分级中排在第三等 也是一种纯攻击类灵卢 首次进化技能千机刺 是一个群攻性技能 幻化无数光刃射向对手 二次进化技能千机合一 能大幅提高技能的攻击力 在破坏力上虽然远不如轮回灵卢 但胜在没有副作用 是采儿前期除了轮回灵卢外 最强大的攻击手段 但受限于其不高的品鉴 并没有过于出色的战绩 仅在对战杨文招时 攻破了星海灵力的防御 之后虽然也一直都有动用 但最多也只起到了伤敌的作用 并没有给对手带来过重创 三 真实之影 采儿在梦幻天堂历练时 获得的灵卢 可以说是一个专为刺客圣殿定制的灵卢 唯有刺客圣殿的影分身技能 才能发挥出这个灵卢的最大威力 顾名思义 真实之影灵卢的作用 就是将影分身幻化的虚影 变成真实的存在 让影分身不再只是迷惑敌人的手段 而是爆发出实质上的攻击力 初击时能让幻化 而出的虚影存在三秒 她的进化也不再增加其他能力 而是延长虚影存在的时间 真实之影灵卢可怕之处在于 幻化出的虚影拥有根本尊一样的战略 采儿在使用这个能力时 甚至还能动用轮回灵卢的威力 那等威力简直难以想象 好在真实之影灵卢一天只能使用三次 否则采儿将是神影王座中最大的bug